小小一颗乒乓球生产过程看似简单 但举凡圆度 重心 硬度重量和弹性等关键数值 都可能影响选手表现 这台设备专门用来检测重心 每颗乒乓球都必须滚过一条跑道 只有最高等级才能进入奥运殿堂 下一关要检测的是弹性 把乒乓球放在固定高度自由落下后 要看看回弹高度是否落在标准范围 2008年广东这家大陆企业 首次成为奥运乒乓球赛事指定供应商 今年又独家供应巴黎奥运 让海内外订单分制踏来 镜头转到江苏淮安 这间体育用品公司则是巴黎奥运官方 指定足球供应商 正在进行充气检测的足球内弹 当中有内建晶片 一秒内能进行500次动作识别 通过传感器的实时感应 可以配合肢体追踪技术 辅助判断运动员是否有手球越位 有效提升了判断的准确性和透明度 足球内的晶片还能快速采集 并分析球员体能状态 如今这项技术已被应用在奥运和欧洲杯等比赛用球中 不仅如此 巴黎奥运柔道摔角项目的软电也是大陆制造 里头内建的晶片 可分析运动员的力量速度 作为辅助训练之用 今年巴黎奥运有浓浓科技风 也让大陆制造沾露头角 TV别新闻综合报道 奥运前线掌握最新赛况 热血镜头五环战场一把招 巴黎迎来第三次奥运 全球目光聚焦花多 7月24到8月11号 请锁定TVBS巴黎奥运特派团队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